感谢主今天晚间的带领 感谢神照顾弟兄姐妹们 大家可以平平安来这里聚会 今天晚上我有一个题目 要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学习 我想跟大家学习的这个题目 在彼得前书五章 彼得前书这里告诉我们 要我们顺服神抵挡魔鬼 这里 这里彼得让我们说 让我们要抵挡魔鬼 要顺服神 在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 第五章一节到四节这里呢 让我们这些信神的人要照顾羊群 让我们要做羊群的榜样 看牧养这些羊群的工作 不是只有这些传道们 或是全职工人应该做的事情 是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应该去做的 可以是每一个地区的弟兄姐妹们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说 有一些弟兄姐妹们 他们没有来参加聚会 那住在他家附近的那些弟兄姐妹们呢 可以去勉励他 并且带他们来教会聚会 这些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 一起来服侍神的工作 五章五节到六节这里 彼得章老让我们要学习顺服神 并且呢要抵挡魔鬼 因为我们是信神的人 所以我们就应该要来顺服神 感谢神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五章 五节到十一节 彼得前书五章五节到十一节 我读给大家听 彼得前书五章五节到十一节 我读给大家看彼得前书五节到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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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这里 彼得前书 彼得长老告诉我们这些 同样信仰的这些人 就是那些年轻的 让他们要顺服年长的 彼得在这里说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要年幼的那些人 他们来顺服年早 年老的 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 日常生活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要对这个老人 要相对的就是说比较谦卑 我们说的话 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些行为 在他们面前都是要谦卑的 如果我们能做得到的话 我们就表现出来给人家看 说神的儿女确实是非常谦卑的 在这个老人面前都是这样子的 那些年老的弟兄姐妹们 也一样的要来顺服这些年幼的 不可以说我年纪比较长 所以我就可以不用顺服你们 不可以这样想的 因为我们也都是信神的人 虽然他年长 但是也许他对圣经 并不是那么的清楚 好呢 如果说教会让年幼的 来带领这个年长的时候 年幼的讲了道理 但是年长的不愿意听 自以为说我年纪大了 我为什么需要去听年幼的人说的话呢 他们才刚信 我信这么久了 他们比我年轻 他们应该听我才对啊 但是弟兄姐妹们 当知道我们在神里面 都要互相的顺服 不管是年长的或是年幼的 我们如果看到别人有亏欠的时候 我们就要互相的提醒 不要自以为说我年长了 所以我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别人年幼肯定是做错的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彼得长老这里 让我们要以谦卑来互相 来彼此顺服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相反的 神会赐恩给那一些谦卑的人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知道了 我们在神面前不可以自我升高 我们把自己升高的时候 就好像是想要把自己升得跟神一样高 好像是自己什么都能做 靠自己就行了 完全不需要靠神 如果说我们信神的人不肯神的话 我们是没有办法完成什么事情的 所以彼得长老在这里提醒这些年幼的说呢 让他们在神面前或是在年长的人面前 要以谦卑来顺服 因为人在神面前没有什么伟大的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要以为说我年幼 我上了大学 我都是读到大学了 你这些年长的人 只不过是读了一两年的小学而已 所以自以为说能力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在这个信仰里面 我们呢 是同一个信仰 所以我们都是平等的 所以圣经这里才告诉我们 叫我们要在神面前谦卑 就像第六节里面写的这样 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叫我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这意思就是说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都是神在管理的 都是服在神下面的 如果我们没有神带领我们 没有神照顾我们 没有神引导我们的话 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都不会有平安的 这里想教导我们这些信神的人 让我们学会在神面前 自卑并且在人的面前也自卑 可能以前我们还没信神 我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我们还没信神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们信神了之后 之前那些不好的东西 我们不可以再继续使用它们 我们要学会顺服 跟从神 我们看到下一段 后面这一段 我们自卑呢 是为了什么 就是我们自卑之后 神必然叫我们升高 就是要我们要学会 自卑 顺服神 为了让神呢 可以照顾我们 可以跟我们同在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都是应该这样子去执行 这样去做的 如果说我们懂得自卑的话 我们什么时候自卑 神就那时候 会把我们给奖杯 所以这里让我们要 顺服神 感谢神我们来看个经节 我说 但一里说 三十节到三十三节 但一里说四章 三十节到三十三节 这里说到 尼布加尼萨王 他的生命中 得到神的祝福 还有神的看顾 他的国家有平安 他有 他掌管他的国家 透过这个尼布加尼萨王 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 他是怎么样的自我高深的 我们看单一里书 四章三十节到三十三节 我来读给大家听 在领导四章三十节 三十一节 在 aktuell内 之前就联明 simulations 甚至没有 他们要这样的 一段这些 没有尽头 一段 我应该来 准备 我跟老师 这大概 他的侧 对 你 要 你们 我 我 你 身 三十三 阿们 这里我们看到 尼布加尼撒王的骄傲 跟他自我的身高 因为他的国家有平安 那时候没有争战 我们就看得到说 我们所得到的一切的权柄 都是由神而来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知识 并且我们所有的一切权柄 都是神赐给我们的 不是我们努力而来的 这里尼布加尼撒王 他正在将他自己的权柄彰显出来 他因为自己的能力 或他所有的东西而夸口 他有国位 他认为是因为自己有这个能力 因为他忘记了是把神赐给他的恩典 我们在神面前 其实人呢 是什么都没有的 是空空的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的 如果没有神帮忙 如果没有神照顾的话 我们什么都是做不到的 这里尼布加尼撒王正在高声自己 他觉得说 他所有这一切呢 都是因为他很努力 都是因为他很聪明 他没有觉得说 这一切都是神赐给他的 这是你布加尼撒王的夸口 这是你布加尼撒王的骄傲 我们就看得到说呢 人所想的一切 神都知道我们做了哪些事情 神都知道我们如何在生活 因为人是神造的 神要指派谁 都是按着他自己的心意来做的 神想让谁有钱 有财产 都是随他自己心意而行的 让人有平安 让人遇到苦楚 也都是随着神自己心意而做的 我们每一天所有的 都是神赐给我们的 都是神赐给我们的 都是神攻击我们的 因为尼撒王他高声自欺 并且他骄傲 所以神对他发怒 所以神就把他的那一切都夺走 让他受到咒诅 让他做了什么呢 让他去吃草如牛 我们看到这就是 尼布贾尼撒王他高声自己的一个下场 当他还没有将自己高声到 想跟神一样高的时候 他活着平平安的 要吃呢 都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 但是因为他自己呢 自我身高 所以他就被降低了 去吃草如牛 弟兄姐妹们想想看 在尼布贾尼撒王高声自己之前 他的生命有苦到说需要去吃草吗 他会需要到这个 在有露水的地方让自己吃掉吗 他的头发长 他的指甲也都留得长长的 这个就是尼布贾尼撒王 在神面前自我高声的一个下场 在座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所以彼得长老才会勉励我们 叫我们在神面前要自我谦卑 因为当我们自卑的时候 神必将我们升高 如果我们高声自己 神就会把我们降低 让我们就像尼布贾尼撒王那样 让我们一开始吃得很平安 并且是丰富的 那只要自我高声之后 那就会像牛一样吃草 在神面前自我高声的人 他们的下场就会是这样子的 在神面前自我高声的人 他们的下场就会是这样子的 我们再回来看彼得前书五章 这里还有一点就是让我们将一切忧虑谢给神 这里彼得长老不只是让我们要顺服神 有的时候呢 我们过去可能是一个自我升高的人 以前已经这样习惯了 要改的时候呢会很难 我们觉得难的东西其实对神来讲并不难的 长老这里让我们做什么呢 就是让我们将一切我们的忧虑 我们觉得难的事情呢都谢给神 就像七节这里写的这样 我读给大家听 我再来读一次 彼得前书五章七节 这里让我们要学习将一切的忧虑 还有一些苦的事情都给谢给神 因为我们在这里在座相信神的人都是神的子女们 我们作为子女的要学习懂得来将我们的困难谢给神 因为神总是会帮助我们的 我们这个不好的习惯觉得很难改 神让我们怎么做呢 神说让我们谢给他 全部都谢给他 不管是多么难的东西 神会全部都把我们全盘接了 要我们在这里学习 短得谢给神 所以谢我们家里的问题 孩子们的问题 所有的问题 或是工作上的问题 全部通通都可以谢给神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要学习懂得来将 我们的困难我们的困难谢给神 在菲利比书保罗有教导我们 谢给神的方法 是怎么样谢呢 在我自己呢 是曾经 我知道怎么去将我的钱 给我妈妈 但是要把我们的困难给神 是怎么样给呢 菲利比书四章六节这里 我弟兄姐妹们应该对这个经节都很熟悉 保罗有教导我们弟兄姐妹们 怎么样将我们的困难交托给神 我来读给大家听 菲利比书四章六节 菲利比书四章六节 这里保罗他有用一种方法 来交托给神 这里呢让我们将我们的困难交托的方法 很简单 就是向神祷告 所谓的交给神 或是交托 就是呢把我们所有的困难呢 全部都献上 都献给神 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遇到困难 有问题 如果说有结婚的人 他会觉得说 我可以跟我的丈夫说 跟我的爸爸说 跟我的妈妈说 但是他们不一定可以帮我处理 我所遇到的困难 他们也不一定会愿意来帮你 这些困难 有的时候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帮助我们 那我们这些困难应该给谁呢 丈夫没有办法帮得了 爸爸帮不了忙 只有神能帮得上忙 所以呢要把这个困难交给神 我们透过祷告可以这样来做 将我们所有的这些事情呢 都交托给神 不管是什么 神都会全盘收了 所以呢这里我们要 透过祷告来交托我们的困难 我们在祷告交托的时候 不是祷告的好像在玩一样 一般般的祷告 保罗这里让我们要 祷告的时候要祷求 就是要求了再求 求到神听为止 我们祷求了之后 还有一个字 就是要感谢 不可以忘记 不可以忘记需要感谢 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 祷告祈求的时候 就一直求 一直求 之后得到了 就心里很高兴 一高兴呢 就忘记了要来感谢神 好呢 没有得到的时候 心里就开始抱怨 神不爱我 神恨我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祷告 不管是有得到 有得着所求的 或是没有得着 一定不可以忘记 要向神感谢 当我们交托了之后 我们需要再拿 那个问题 那个困难来思考吗 我们既然交托了 就不用再把 交托的事情拿回来 给的神 就留给神吧 就像旧约圣经里面 有一个人 她叫哈拿 她是一个有遇到 困难的女人 她的问题 她的丈夫 没有办法帮得了 为什么呢 因为她有一个 孩子的问题 神没有赐给她孩子 因为 因为时候还没到 所以她没有孩子 她就很辛苦 她的问题来自于 她丈夫 以利加拿的 另外一个妻子 这个妻子 常常欺负她 常常讲她 让这个女的 让这个女人 她的痛苦呢 是加倍的 她不敢告诉 自己的丈夫 因为她怕 自己的丈夫 没有办法帮助自己 她很难的时候 饭都吃不下了 为什么呢 因为心里太苦了 她主要是因为 她的心太难了 我们看 撒末尔记上 一章八节 撒末尔记上 一章八节 这个是她遇到困难的时候 她还没回家 我读给大家听 撒末尔记上 这里在哈拿 遇到困难之后 她一直哭 她不吃饭 她因为心里很难过 所以她吃不下 她只是这样子的 来被看到 她心里真的很仇恨 好了 她也没跟她丈夫 说她为什么难过 这时候 她还没有去找神 弟兄姐妹们 有空的时候 可以看十节到十一节 我直接就讲了 她心里愁苦之后 她就到神的殿里去 她将她所有的愁苦 全部都交托给神 全部都献给神 她没有孩子的事情 她被欺负的事情 她全部都跟神说了 我们看到哈拿 是一个懂得向自己的问题 交托给神的人 她交托了之后 她就不再想了 她就不再想她的困苦了 她不再去想她 没有孩子的这件事情了 为什么呢 因为她已经将她的困难 交托给神了 她并且相信说 她所向神祷告的 神都全盘收了 并且神会帮助她的 所以我希望今天弟兄姐妹们 都能够学习 交托我们的事情给神 感谢神 我们再看一样的 看 我来读给大家听 在她交托了 她的困难之后 她的心里就开心了 我们看第八节的时候 她不吃饭 因为心里难过 她有问题 她还没有交托给神 第十节我们看到 她透过祷告 将她的困难交托给神 她是透过祷告 来交托给神的 到了十八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 她交托给神之后 她就不再去烦恼 那个事情了 就像刚刚我们看 彼得前书五章 那里所记得的 让我们要学习说 交托了之后 就不要再去想这个困难 因为我们要 相信说 所有一切事情 神都会帮我处理的 我们可以从哈拿 来学习这样的事情 就是交托了之后 就不再去烦恼了 今天 希望在座的弟兄姐妹们 跟在乡下的弟兄姐妹们 能够学习到 如何去将 一切事情交托给神 哈拿在交托给神之后 就开心 我们再回来看彼得 前书 五章八节 这里八节告诉我们 这里说得非常的清楚 我来读 彼得前书五章八节 我们要懂得 保护自己 知道说 撒旦他是不会睡觉的 他是 天天 时时刻刻 都是遍地游行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 才可以抵挡魔鬼呢 不要让魔鬼 把我们给吃了呢 第一就是我们要紧醒 第二呢 让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 为了什么呢 就是让魔鬼 不要吞吃我们 我们要离开 这个世界 我们现在是住在这个世界上 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世界上了 我们要能够保护自己 我们要保护自己脱离魔鬼呢 就是要去亲近神 怎么样亲近神呢 我们祷告 场词 我们聚会 我们读圣经 这样子呢 我们都是在亲近神 我们亲近神 魔鬼就没有办法吞吃我们 比如说我们有两个选择 第一就是每天工作 有很多的薪水 有很多薪水的时候 就会让我们呢 想要更加努力的工作 多赚一点钱 努力的再加工时 努力的再加工作量 之后呢 这个一直努力 一直追求 追求到 连聚会都不参加了 导购的时间也没了 就这样子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就是不聚会 但是呢 薪水很多 但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亲近神 薪水很低 但是呢 有时间祷告 有时间聚会 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魔鬼就没有办法吞吃我们 所以我们要抵挡魔鬼 不要让他吞吃我们 不要去爱这个世界 如果说有什么工作 可以让你赚很多的钱 但是让你没有给神 没有没有时间可以给神 这样子呢 这样子的工作呢 是没有办法跟那种 就是工作时间比较短 但是可以多多亲近神的 这种工作还强 所以呢我们要顺服神 我们才可以胜过魔鬼 我们再来看第九节 让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 抵挡魔鬼 就是要我们努力 让我们 让我们 让我们呢 为了每一天的生活而忍耐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去追求我们的信仰 我们要找时间多多的亲近神 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可以坚固 拿这个信仰去传给 其他那些还没有相信神的人 因为在这个世上 有很多的人还没信神 我们信神 我们在这个信仰里面 也许遇到很多的困难 但是呢 我们想要救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想要亲近神 所以我们得忍耐 这些生活上的一些困难 因为我们 由基督耶稣 作为我们的依靠 我们遇到困难 我们就祷告 遇到困难 就祷告 我们将所有一切都交托给神 让他 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让我们 这个还没有信的弟兄姐妹们 他们能够 被我们引导到神的面前 到天堂去 所以如果我们要 抵挡魔鬼 我们必须得有信心 天国的路 并不是容易进去的 抵挡魔鬼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 我们在这个信仰里面 在属灵里面 我们是跟魔鬼 在争战的 我们要抵挡魔鬼 我们进天国的话 必须得有信心 才能抵挡魔鬼 就像保罗 他勉励 信徒们 天堂不是容易进去的 要进去呢 必须得忍受苦难 使徒行传 十四章二十二节 我们必须得有相信 才能够进到 神那里 使徒行传 十四章二十二节 我来读给大家听 我来读给大家 这里保罗 勉励 门徒们 教导他们 让他们要有信心 他提醒他们 他引导他们 进入这个信仰 告诉他们说 你要怎么做 才会合神的心意 怎么样做 神才会喜欢 就是要我们 忍耐 因为进天国的路 并不是说 一上路 就可以进到里面去的 我们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都打 属灵的仗 所以要 在我们日常生活 所遇到的这些困难里面 都要去忍耐 因为我们知道说 天国是属于我们的 所以我们的信心要坚固 我们在困难的时候 要这样子 我们要有盼望 我们要祷告 依靠神 这是保罗提醒 门徒们的话 让他们要经过的细心 来抵挡 来忍受困难 我们忍耐 以后我们就可以上天堂 保罗也勉励了弟兄姐妹们 要用坚固的信心来忍耐 每一天 所遇到的困难 的问题 都要这样子来忍耐 依靠 是凭着信心 是凭着我们这份信仰 靠着神的权柄 我们忍耐了之后 我们还要 带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来信神 我们想要帮助别人 我们得自己先刚强 先坚固下来 所以保罗让我们要 努力 坚固自己的信心 因为我们有基督 因为我们有基督 他是蛮有恩典的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经节 彼得前书五章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 彼得前书五章十节 那是诸般恩典的神 曾在基督里招你们 得祥祂永远的荣耀 等你们 战受困难之后 必要亲自成全你们 兼顾你们 是力量给你们 阿们 在这里彼得长老 提醒弟兄姐妹们 在苦难的时候 要忍耐 要我们仰望基督 因为主有恩典 神会供给我们 神会赐给我们 每一个人 让我们有力气 可以去抵挡 可以去忍耐 因为神召我们 知道我们可以在 祂的怜悯里面 因为在主里面 祂必给我们 家庭力量 所以彼得长老 让我们要忍耐 要抵挡困难 我们的苦难 不会一直随着我们 它只不过是短暂的 我们只要能够忍耐 我们就能够得着 永生 我们再来看个经节 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 我们这样去忍耐呢 是因为我们想要得到永生 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 我读给大家听 这里保罗提醒 提摩太 让他在这个信仰里面 要努力 为什么呢 为了要能够在以后 得到永生 让他要持守这份信仰 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或是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都是要努力 来忍耐 来持守 为什么呢 这样在最后的时候 才可以得着永生 这是彼得长老这样子提醒我们大家的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都要互相的顺服 让我们在人面前 在神面前都可以谦卑 我们只不过是人在神面前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如果神没有赐给我们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得得着的 所以我们要学习到慧 去来 顺服神 来在神面前 谦卑并且 学习到慧 去交托给神 学会抵挡魔鬼 要努力 不要去爱世界 要努力地学习爱神 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我们就会从神那里得着神的看顾 这是彼得长老提醒这些相信神的人 让他们能够尽量 在神面前谦卑 并且抵挡魔鬼 要凭着信心 相信基督耶稣的信心 愿神带领我们的信仰 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什么样的问题 让我们学习到懂得 怎么样去交托 不要再把它拿回来 希望今天大家都学习到 怎么样去交托给神 感谢神 愿意切荣耀的会议神 今天的道理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神我们来唱赞美诗 378首 378首 我们下车的会议神